俄罗斯人为什么有资格当战斗民族? 当十三世纪蒙古铁蹄的滚滚西进之后,俄罗斯人曾被蒙古人按在地上摩擦蹂躏了两百多年。那么,俄罗斯人是怎么反杀成功,一举成为蹂躏蒙古人的战斗民族的呢?那就不得不提到那场库利克沃之战。 库利克沃战役,可以说是堪称东欧历史转折点的一场战役。 这场战役中,莫斯科大公国及其盟友,与金藏汉国双方倾囊而出,进行了一场决定东欧命运的惨烈战争。 此战对于蒙古后裔的金藏汉国来说,无疑是决定他们能否重建自己对东欧的霸权,以及对那些本国地投什么的控制。 而对于莫斯科大公国来说,这场战役则决定着这个饱受对方摧残的国家,究竟是彻底毁灭,还是重破新世? 16世纪有关库利克沃战役的绘画这场战役爆发的原因,在于14世纪末,已经从蒙古征服阴霾中走出的莫斯科大公国,开始加快对周围小公国和游户部落的兼并。 这一过程,自然引起了莫斯科大公国和其宗主国金藏汉国之间的矛盾,而且大功德米特里也开始尝试挑战金藏汉国的权威。 1374年,金藏汉国统治者马曼汉的使者,在经过夏诺夫哥罗德时,遭到莫斯科军队的扣押,最后在使者尝试逃脱时,被莫斯科军队连同他的普通一起杀害。 马曼汉,他曾经试图扶持莫斯科,来稳固金藏汉国的统治,但是最终却养骨为缓。 马曼汉对于莫斯科大公国的反叛自然绝不姑息,况且此时金藏汉国中央权力衰落,分裂的趋势愈发明显。 马曼汉继续一场大胜来重振汉国权威,因此在他眼中实力较弱的莫斯科大公国,就成了最好的目标。 然而几乎在战争一开始,他手下的米尔·扎义位首领别姬齐就在梁藏附近的沃扎和之战中遭遇惨败。 虽然随后马曼汉报复性的摧毁梁藏弓国,但是却让达达人在战争,一开始便蒙上了阴险。 金藏汉国军队马曼汉所率领的军队总兵力,根据现代俄罗斯史学界的观点,应该是在6到15万左右。 根据编年史的记载,由于马曼汉的常年战争,他手下的达达人早已疲惫,因此他听从了毛使们的建议,招募了大量热纳亚人,切尔·各斯人,亚索夫人等,作为步兵或者骑兵炮灰,来填充自己的军队。 但是关于金藏汉国,在库里克洛之战中具体的作战部署,目前还争议颇多,有学者认为此战马曼汉将热纳亚步兵布置在军队中央,而将精锐的达达骑兵布置在军队两翼。 但这些热纳亚步兵其实全程滑水,只有达达骑兵参加了战斗,因此马曼汉的军队参战了士兵数量,要远消于他的军队总数。 热纳亚雇佣兵莫斯科一方军队数,量长要少于金藏汉国的军队,并且其来源,大多是以莫斯科大公国和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为主,加之其他卢斯公国,以及来自立陶宛大公国。 控制下一些罗斯公国的援军,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的军队,在结构和战术上,类似于金藏汉国,但是骑兵素养以及装备方面,都要落后于金藏汉国的达达骑兵,唯一能够算得上优势的,是莫斯科一方的军队,由于受到来自达达人多年的压迫,因此此时作战意志极为的坚定,并且士气高昂。 这一点,也为最后战争的走向,带来了巨大的影响,装备简陋。 但是,战斗意志更强的莫斯科军队,为了弥补几方骑兵战斗力的不足,德米克里大公将军队分成四个部分。 有自己指挥的中央大团,由自己的堂弟,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安德列维奇指挥,位于右翼的右手团,由格莱布布莱恩斯基指挥,位于左翼的左手团,还有一支由位于整个军队前方的先锋环。 最后,为了防止达达骑兵特意包抄,德米特里还特意调集精锐,组成立一支独立的伏击团。 当然,有关具体的团指挥方面,还有其他一些说法,并且也有将莫斯科军队描述成分成五个团的说法,出于对达达骑兵机动能力的恐惧。 莫斯科军队在到达顿河时,德米特里命令军队渡河,背对顿河与金帐汉国军队对峙,并且摧毁河上所有桥梁。 这样一方面迫使自己的军队被水驿战与达达人血战到底,也可以阻止达达人对莫斯科军队进行大的战术迂回,从后方进攻莫斯科军队。 并且为了能够鼓舞士气,德米特里大公选择站在大团的第一排中,但是同时也为了保险起见,他和自己的亲信米哈伊尔布莱诺特互换衣服,亲临一线的大公德米特里9月8日,早晨整个库地可有弥漫着浓密的雾气。 两军纷纷趁此机会整顿军队排兵不振,在十一点时雾气散去,达达人手,先在十二点钟时开始对莫斯科军队进行小规模骚然试探。 根据一些编年史的记载,在正式开战前,两军进行了一场重烈的斗阵。 莫斯科一方来自西尔盖圣三一修道院的修道士,亚历山大佩雷斯维特和和一位金战汉国勇士进行了一对一斗将,结果二人同归于晋。 两军接近着展开了交战,与修道士亚历山大佩雷斯维特豆江的达达勇士,历史上并无相关姓名记载,最早有关他的名字《楚洛别一》的记载,是在十五世纪的莫斯科文学作品《马迈汉的大屠杀故事》中出现。 而且别一一词是克里米亚汉国常用的贵族称呼,而非金战汉国常用的米尔扎,达达骑兵开战后,迅速冲散了大团前方的先锋环,然后与德米特里大公率领的大团和左手团混战了一起。 与大公互换衣服的米哈伊尔·布莱诺克,很快被达达人误认为是大公本人所击杀,然而大公德米特里本人也深陷混战之重。 此时,双方军队已经几乎趋于混乱,除了右手团,勉强抵挡住了达达人的冲击,大团和左手团完全陷入了和达达骑兵的混战。 库利克沃双方不整合战意图马迈罕,很快发现了他自认为的莫斯科军队破绽,由于莫斯科军队左翼已经陷入混战状态,因此无力对达达骑兵的迂回进行阻扰,因此他果断派见右翼骑兵对莫斯科左翼进行举回,达达骑兵顺利地从莫斯科左翼经过,并且迂回到左手团和大团后方。 就当他们觉得已经胜券在卧时,等待已久的伏击团突然杀出,这些精锐莫斯科骑兵,将迂回的达达清骑兵直接改入了顿河。 伏击团的出现直接改变了战场的局势,原本迂回左手团的达达右翼迅速崩溃,受此影响,整个达达军队开始出现了恐慌。 由于马迈汉并没有准备预备军队,因此原本遭到压制的右手团和士气大振的左手团,开始从两翼对马迈汉大营进行迂回,迫使马迈汉丢下自己的军队逃逸。 库利克尔最终以莫斯科的胜利而告终,伏击团击溃文迂回的达达右翼死战,可以说是14世纪整个东欧最惨烈的战役。 失败的马迈汉带着少许随从逃亡了科里米亚,这场战争让他失去了几乎全部的军队。 很快,他对金战汉国的控制,也备受来自中亚铁木尔,迟迟的脱脱不花取代,他只能控制波罗维亚草原到黑海北战地区。 金战汉国内部的新一轮内战就此开始,而莫斯科一方,经过库利克沃一战,莫斯科联军丧失了近乎三分之一的军队,以及五百多位贵族。 就连大公德米特里本人也是在战争中昏厥,迟到战后,被其他贵族们在一棵白花树下发现,至此,这场战争就此结束。 然而对于莫斯科来说,他们想要的独立还远没有到来,虽然金战汉国就此分裂,但是,莫斯科也无力在支持下一场战争。 因此真正的独立,还需要整整三代人的时间才最终实现。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界,主编缘阔,作者静默知晓,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, 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